大家好我是Base 今天要來就是跟大家推稿一波 就是臨時小學校 目前就是我們就是在8月30號的時候 會舉辦就是臨時小學校今年的 最後一支活動就是demo day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開放就是 可以來參加demo day的人 然後真稿的最後期限就會是明天晚上 那如果你來參加demo day 然後如果最後得到最後五組的獲選的話呢 你可以就是有機會可以得到獎金三萬塊 然後以及GDP賞幣2020的上台的機會 然後如果你選擇做適量檢測這個題目的話 你就是還有機會可以多拿兩萬的特別獎 所以總共是五萬 對那說到GDP賞幣2020了 就是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就是那個聽說GDP賞幣2020 現在那個議程的獲選率只有30% 所以如果你是做教育類的題目 請務必考慮一下臨時小學校 因為你的獲選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好那如果你想要來投的話呢 我們現在有四個主題就是這四個 然後當然就是你也可以 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可以選其他 所以我們也都很歡迎這樣子 那所以現在請上臨時小學校的網站 然後我們最後這時間就是明天的晚上 23點59分 那因為很重要的代替請次 就是我們明天解職 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想要投 然後有點迷茫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來找我 那我們這次呢就是你想要做的就是 美麗的新的Grand Dash 2.0 提案頁面 所以歡迎大家來使用一下它 然後如果你還是沒有就是沒有靈感的話 希望就是你可以也可以來評論 那我們就是其他頁面下面有美麗的提問區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打上你的留言 然後就是給每個提案你的意見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臨時小學校除了在做讓大家提案的事情之外 就是我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就是 算是有點side project吧 然後現在有一個就是 Cone for Japan的夥伴 他們有做了一個APP 叫做就是 中文我們現在暫名叫做在家時間 在家學習時間表 然後現在目前正在徵求 就是可以幫忙把這個APP翻成中文的夥伴 所以如果你擅長翻譯的話 歡迎來加入我們這樣 那臨時小學校的頻道我們在EDU 然後如果你想要翻就是剛才那個 宣習的APP的話就加入這個頻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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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